有收到这个讯息 我也有这个时段去跑 但却一毛钱都没有多收到 拿出外送平台 跳出的限时奖励讯息 林小姐说 前几天北台湾下大雨 系统告知 在上周五傍晚五点半到七点半 北北基每趟加码二十元 隔天十一点到下午一点 北北基每趟更加码到二十五元 林小姐决定冒雨送餐 结果 我那时候的确是在跑台北市 可是却没有收到奖 相对的那个加码奖励 大概两三百块吧 在八月六号加码时段 跑了两三个小时全身湿透 林小姐当晚点开APP 却只看到外送费 说好的二十元奖励金根本没有 事后询问客服 对方竟然回应 北北基北投士林和板桥 并没有提供加码奖励 这让林小姐更不能接受 我北投士林不是台北吗 我是冲着这个加码出去 结果你却不给我 我会觉得我好像被骗了 也有其他外送员反映自己没有收到加码金 甚至还有人在北投石排之山天母士林一带跑 同样没有收到雨天夹几 有反应的大概差不多四位到四位左右 有些实际一样是跑板桥的 但是他那个时段还有收到雨天的奖励 那有些是同样时间也是跑板桥 但是他却没有收到 工会酬碑会估算 这些外送员平均每人少领三百到四百元左右 外送平台业者回应 是客服人员沟通上的误差 当天的奖励的确是要提供给北北基全区 目前已经在处理后续回补奖励的作业